而曾经是捷安乡阿美文化村重要地标的大头目石像 受到火灾影响 雕像是被迫迁移至今30年之久 现在终于重回娘家了 22号的上午部落老中青三代 在捷安火车站前广场举办了欢迎活动 期许大头目石像能够重返往日的荣耀 成为捷安乡最具代表性的打卡地标 捷安纳豆兰部落老中青三代族人 22号上午会聚在捷安火车站前广场 载歌载物分别带来精彩表演 只为欢迎过去地方上的重要地标 把怪大头目石像终于回到娘家 大头目石像称是捷安乡阿美文化村的重要地标 但受火载影响雕像被迫移至东苍仁安村 靠近花莲西出海口 时隔30年文化村受疫情影响 在4年前垂席灯号 也让众人展开大头目的回家计划 很高兴啦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我们把文化村就停下来 本来想说这个我们把怪要弄到那里去了 但是也很多人说需要它 但是它是属于吉安的 所以我们还是让它回到吉安来 因为过去的把怪是在我们的拿道乱 在我们南昌村距离这里50公尺的这个园子 那过去一直看它一直风化着 那土地即将释出之后 我很担心会因为这样子这个雕像 可能也会被未来的地主给敲掉 那之中我就跟几位骑老 还有部落的所有的头目 开过很多次的会 我觉得我们不能深刻它 但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回忆 但是基于很多的因为经费的问题 因为毕竟阿美文化村是个民营的单位 那所以公部门的介入其实要有很繁琐的一个流程要走 那但是谢谢代表会也谢谢乡长 在这段时间很协助回娘家这个部分 我相信未来它要开启的是 吉安乡打卡的景点 一文文化在线的一个风华的打卡之地 所以我们在今天接牌之后 把它迎回娘家之后 后续还会进行我们所有文化特展 以及过去历史文收的部分 我们相信如果你过去 去过了阿美文化村 跟我们的大头目照过了照片 现在如果你把过去的照片 跟现在坐落的照片 来一起合体 相公所就会致赠精美的礼物给您 阿美文化村董事长林国贵 从乡长游淑贞的手中结下感谢状 她表示很开心见到十项顺利返回原址 也象征历史文化的传承 期许大头目十项能重返往日荣耀 成为吉安最具代表性的打卡地标 记者徐立琴 吉安乡报导